大家好 我是一个税灾户 整个事件要回溯到大概9年前 就是2014年就收到了一张乌龙税蛋 国税局认为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没有完成报税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自己算了一个 他就按照市价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国税局是按照市价去计算 我的起货交易的 所以他自己算出一个天价 就大概他算了 我们的交易额高达16亿 16亿多 然后他用同业利润率去算我的所得 所以他认为我 就他认为我一个两三个人的公司 我就可以有4亿多的净收入 那也因此他认为 就都是他认为 他认为我应该要缴4600万的税 拖到2019年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封就我家里的人 我家里的人收到一封来自内政部的 括号信 那我们就拿这一封公文 注意是内政部的公文 内政部长发的公文 他解除了限制以后 我们去问行政执行处 行政执行处的回答非常的 非常的吊诡 他的回答是 法律没有规定他要执行多久 就这案件就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是我把所有的交易记录都让你看了 我让你查账了 我也把营业员请到行政执行处去解说了 但是他无视这些证据 然后他查了9年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查什么 就所以我就困住了 就我已经被困住9年了 就是今年已经2022年了 即便今天之后有一天 有朝一日我的这个冤案被推翻了 我可以回来了 我的小孩也不会回到三岁 就是国内对于这种 这种作恶的官员 没有约束力 就他们行恶的成本很低 我爸妈也有年纪了 就也快要80岁了 这样有年纪大了 就会有时候会永远离开我们 那我也没有办法回来 送他们最后一程 对这些都会是遗憾 那还有更遗憾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 我女儿不会再回到三岁了 我两个孩子的成长都 没有爸爸的陪伴 那我我觉得我太太是很伟大 她带了两个孩子 然后她要照顾我的父母 然后她也会有身体不好的时候 那包括我在2018年的时候 我也不得不自己去开刀 对那这就很孤独啊 我希望不要再有人 受造这种乌龙碎大的迫害了 我听到这个案例 我非常的难过 她现在已经被限制出入境 目前人应该是被 绑在国外算是税务人酋吧 已经在国外九年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公司 很小间的公司 为什么政府要把它搞成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资产负债表 资本额432万 然后当然做期货的 我们期货跟股票 她都统称证券 目前已经很多年了证券停征 目前证券都是停征所得税 不论是个人跟公司 都是停征所得税 也就是没有课年度所得税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她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看右边这边的 那个股东往来 股东往来590几万 跟她保留盈余 累积的亏损 也是590几万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代表 他们股东还要另外掏钱出来 因为资本额都拿去 那个当保证金了 所以他们就还要掏钱 股东就是掏钱出来赔钱 所以后来他们也就 因为只是做做看 后来就不做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水秘本 损益表 我们可以看到损益表 那个 损益表的部分 他的营业费用只有三个科目 税捐啊摊提 还有其他费用 这个大概 一年下来大概31万4千299块 那当然因为10年前了 所以说 大概单据也不太找得到 不过 不过这些单据你说税捐 政府机关电脑一案其实是会有的 那我们来看他的 非营业收入其实就是他期货 101年度的期货他有两个账户 一个是2778 一个是2998 他有两个账户在有两个账户在买卖 买卖期货 就他证券的部分就是期货交易的这部分 停针的部分他是赚四万三 但是这四万三 没有克税的问题 因为停针 所以没有所得的问题 所以他真实的要克税的所得 六千两百七十块 在在那个我们法令的规定 他是在12万以下也是在免税额之内 所以也不用克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后来政府就给了一张合并通知书 现在他弄错的部分是在这个 所得基本税额 所得基本税额的部分 他去写了一个天价 16亿多不知道怎么来的 也没有明细表 然后他就用29%同月利润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百块 你去做一百块就可以赚29块 然后这样算出来 赚四亿七千一百多万 其实这一栏真正的数字 刚刚已经算过了 就叫四万三 这一栏的数字正确的数字 他就叫四万三 不是四亿七千多万 所以国税局 你为什么这样子乱开呢 哪来的十六亿多呢 刚刚我们看到的资产负债表 这么清楚 他总共就这么小本 小小的资本都不到五百万 可以弄这样子 然后合下来的税是四千六百九十八万多 因为把他扣留在国外 又一支从一支家具自纳利息 所以目前啊给他一张天价税但是五千多万 五千多万 假设他很有钱的人 他很会规划 结果反而没缴到什么税 这个对社会公民正义就有点问题 所以说就会有一个这个叫 所得基本税额的概念 就是说 假设你的股票 全年度 虽然停增 但是你全年度 很有本事赚了一千万 那那时候就给六百万的免税额 那你一千万减掉六百万 个人四百万 那时候个人规定要克二十趴 就你要克最少要克八十万 那这八十万再来跟你个人 真正算下来的中所税 税额下去比 取高的来讲 那公司的概念也是一样 公司的概念就是 你任何公司都可以去买 上市贵公司的股票 或是做期货都可以 但是他也是一个概念 假设有的公司 他那年本业刚好没什么赚钱 结果他这个比较有赚钱 那他也是要这样去比较 可是公司不一样 公司的话免税额是两百万 两百万 就是说当你赚超过两百万才会克到税 可是他只赚四万三 他也克不到税 假设有一个公司他赚三百万 然后减掉两百万以后 他赚一百万 然后公司的税率 刚刚个人是二十趴公司是十趴 然后如果说我赚一百万 三百减两百 赚一百万 乘以十趴的话 那我就是十万的基本税额 要缴基本税额十万 可是我的本业 这时候就要去算 我真正盈利事业 所得税 整个正常的算下来 有没有大于十万 缴的税 如果没有大于十万 我就要缴这十万 如果我大于十万 取高的 假设我算出来是 虽然不怎么样 我也缴了二十万 那就缴二十万 他就是这个意思 这叫所得基本税额的概念 好 那这边 你看 这个政府 这些都是政府自己 自己规定的 规定说 当你算出来的 基本所得税额 小于两百万的话 他就不适用 就是不用缴税的意思 因为他小于两百万 他只有四万三 然后他的本业 他刚刚费用 就算了六千多块 六千多块 也不到十二万 没有到缴税的标准 所以 钟先生 从头到尾都没有缴税的问题 所以他只有一个问题 叫做 未依规定办理申报 那未依规定办理申报 别的案件 没有依规定办理申报 他有两种情形 一个是 他有没有缴税的问题 如果你有缴税的问题 你这家公司有缴税的问题 那你本来就该缴本税 可是你怎么可以 没有申报 没有申报这个税金 所以他才会有漏税法 三倍以下 但是 他本身就是 没有税的问题 他 那个没有申报的话 这个叫行为法 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他这边的罚则是 如果他有发支报金 就是三万 三千到三万 那如果说你拖太久的话 他可以罚到 九万 未申报的 行为法 三万块定额的 这叫行为法 行为法跟漏税法 二者取其一 取其一 所以说 以钟先生的案子 他顶多 就是罚 九万块 他顶多就是罚九万块 叫代报 代报的话 就是说 我跟你吹了 你还是没报 那期间就会拉长一点 拉长一点的话 最高 他有最高 最高九万 最低 四千五 所以说 钟先生 会去收到这么 离谱的 天价的 这种税单 坦白讲 期货交易的对账单 就是 就是 所谓的金流资金流程 国税局不应该 用一个什么16亿 我相信现在叫国税局 自己去算出16亿的明细表 我相信他也算不出来 应该 你有办法写16亿 你应该把 把16亿的明细列出来 不然的话 现在怎样 现在有了 现在国税局 在108年的时候 解除他的限制出金 可是 那个执行署这边 执行署 就专门在收税金 五千多万 执行署说 我们限制出金是 没有期限的 你在老百姓的 脑袋里面会觉得说 奇怪了 法令不是写的 这法是政府你定的 你怎么可以 不依法 我这只是没有去申报而已 你可以搞成 我关在国外 9年多 然后你财政部发了 现在是财政部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财政部 早期收钱也是财政部的事 是后来 对会计人的话语的话是 发包给执行署来收钱的 你现在什么执行署 你在财政部解除限制出金了 108年解除了 你行政执行署说不行 现在到底是谁比较大 政府机关为什么环环不相扣 我个人认为说 赶快依行政程序法 117条解除 注销解除 这个违法的税单 让钟学生赶快回来 谢谢 这些人认为财政 或瘡 这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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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适合的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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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这些人认为财政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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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已经提供了这问题 已经很久以前 在第一次 第二次 的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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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I'm aware that the Convention of Torture has not been ratified or accepted by Taiwan so far, so we have been recommending very strongly that torture as it is defined legally in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rticle 1, and this is the deliberate infliction of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on a person usually under the control of others, so in detention, but this infliction of pain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that might be extraction of a confession,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intimidation, discrimination, punishment, etc. So it's a very clear definition, and the main kind of reason why this is one of the worst crimes.